我们先讲为什么要讲中美关系 现在你要注意它是否要开始产生一些变化 这个所谓的变化 希望是能够往好的方向走 但真的能够吗 我们先来讲 现在呢大陆的新任驻美大使谢峰迪美吕欣了 他23号已经到纽约了 那么当然呢他在这一次呢特别强调的几件事 我想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做了很多的分析 但是在第二个小时呢 我们则是要把它关注在台湾问题上 这个台湾问题呢 当然现在这个谢峰呢他有讲 他说呢其实他这一次是为了要捍卫中国利益而来 也是要增进中美交流的合作而来 但是呢却也做出了一个声明 特别期许是希望美方中方要相向而行 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的问题 大家知道他抵达了美国之后呢 还要跟美国递交到任国书之后 才会正式的上任 那么当然呢我们就很好奇了 现在美国怎么来看待这位新任的这个驻美大使 国务院方面呢很快就做出了回应咯 那么说欢迎这个谢峰到来 期待与谢峰和驻美使团共事 也重申美国维持对话沟通负责任管理双边竞争的基本立场 好看到这边呢我想大家其实呢在今天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探讨的就是台湾问题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这是重中之重 而且呢中美关系要搞好台湾问题一定要先什么 要先让美国要先不要再去所谓的这个搞台独拉 或者是在那里模糊的这个战略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能够再接受了 所以董哥所以看到这边我们讲谢峰今天在话就讲得很清楚了 就看美国怎么接招咯 因为现在当前的态度是美国的拜登总统一直要跟习近平碰面 然后布林肯一直想去中国大陆访问 那现在他碰到都是一个软钉子的疾变 所以你如果由台湾上来看的话 是美国比较有求于中国就变成这样 那谢峰这个时候去 当然国务院会表示欢迎 因为至少他有一个可以借助的管道 那觉得说你们总算把人派来了 那派来的时候 当然用这样来解读的话 你要看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是在准备要选急 明年就是拜登要寻求连任 那对手还是老变孔 来势汹汹 所以拜登他其实是非常没有太大把握 那当然因为梗在他面前的两大难题 一个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那美国只好硬挺到底 让他继续打 然后美国去支持 所以美国不希望他赶快停 那第二个的中美 中美他其实非常清楚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美国挑起来的 从原来的贸易战 到后面蔡英文执政 这两三年来他们在打的都是用台独 鼓励民进党 然后在台海这里用台独 然后美国再去暗中支持 这就是造成整个不稳定的极变 那美国心知肚明 那可是拜登又要装作一个好像没事的 因为他跟习近平打过五次电话 或视信 然后见过一次变 他都重申 我绝对不搞冷战 我不会试图变更你的国体 我也不会拉帮结派来对付你 更重要的 我不会支持台湾的台独运动 台独 那可是他都在做 他们一样都在做 所以拜登是讲一套做一套 其实美国不管谁当总统 都是讲一套做一套 他们就是 他觉得我只要去挑动这个 就可以让你 中国大陆寝食蓝安 坐立不安 譬如反送中 我用香港可以把你搞成这样 那香港是小小弹圆之地 台湾更大 我也可以搞这样 香港我去搞 其实反送中就是港独 那台湾 我讲的这些话 其实我也要 让台独可以活跃一点 那中国大陆其实谢峰 他里面没有讲出来就是 你只要美国不要去支持 蔡英文政府搞台独 这些动作的话 其他都好谈 这个其实中国大陆 他认为是 这是重中之重 中国大陆绝对不能忍受 就是有一块土地被分割出去 那这个非常清楚的话 你如果以现在美国的情况来讲 那其实美国国内是两派 他们嫌疾认为对中国大陆要很硬 所以这一块变成拜登很难去解套 因为他嘴巴讲的 他也做不到 他也做不到 因为他嫌疾 是啊 所以你只要看美国住 中国大陆的博恩师 他每天在中国大陆里面骂东骂西 中国大陆哪里不怎么样 骂得美国那些商人 在中国大陆经商的人下了半死 你每天在讲这个 以后美国商会住中国大陆的 以后不要请这个人来 这个人来都胡说八道 那可是他们就要去挑 所以美国是两道手法 一边挑一边说我要跟你见面 那可是因为现在中国大陆不太焉意 就是说他有一个前提 两边要见面的话要有诚信 是啊 那我为什么不跟你见面 因为你从来没有诚信过 所以何必浪费时间 对话就是浪费时间 但是我跟你见面 你就可以讲 因为拜登回去讲就不一样 我昨天跟习近平见面 我教训他 叫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不是 在线面说习大哥对不起 我又要嫌疑 请让我可以讲讲话 他面子你只都要 你知道吗 其实拜登回去 那个嘴脸就是不一样 所以跟拜登见面 每一个人都吃亏 任何人当美国总统 都是这副嘴脸 是但问题是 其实你说美国 现在拜登政府 你要他转 他其实真要转的话 也转得很快 比方说现在在谈贸易问题 谈贸易问题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 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了 那到底美国或者是中国 彼此之间还要如何来角力呢 要搞到两败俱伤吗 美国现在自己国内的 问这个政局 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 跟隐忧 所以拜登呢 希望呢 解决一个是一个 但是现在跟中方的对话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现在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大陆 当然也看得非常的清楚啦 所以呢 其实美国一方面 拉着他的盟国 在那里一直强调说 台海问题很重要啦 台湾的这个问题 我们要关心啦 这个大家都要持续的关注啦 你比方说像尹锡约跟冯多莱恩 还有这个米歇尔主席 他们呢就有联合声明 说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但是也说反对任何单方面 改变印太现状的企图 哦 台湾方面你看 马上就表达肯定了 还说很欢迎理念相近的 国家紧密的合作 对抗威权体制的胁迫啊 可是另外呢 你看到大陆的外长秦刚 他在跟荷兰的副首相 也是外交大臣 这两个人在见面对话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谈中和两国的 经济的问题啊 现在难道 高科技还要持续的在 因为听美国的 就要打压中国吗 荷兰不想啊 两国就共同在那里声明说 我们也讨论欧洲问题啦 印太问题啦 全球议题 安全议题 台海的和平稳定 很重要啊 但是荷兰就强调 持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人家今天其实呢 真正想要谈的 真的是台湾的问题吗 其实就把一个中国挂在嘴边 很简单 可是他们有自身的问题 要先解决 所以是各国的利益 都摆在最优先 那所以啊 杨明 刚刚我们说了个半天 其实你说台湾问题 哦 我们很关心啊 可是呢 说真的 如果中方态度 非常的坚定的话 为了他们这些 其他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 台湾的问题 台海的和平 是不是都暂时 可以先摆一边呢 杨明 我相信所有的国家 不管今天是跟中国大陆互动 或是在其他的国际场合 去关心台海的和平 这都很时空见惯啦 不用太多的压抑 只是因为比如说像荷兰 他在人家中国大陆的主场 一定要讲他奉行一中原则 那外交部呢 因为我们的外交部 因为他有讲一中原则 我们就不理他 就算今天他讲 是要台海要和平 我们也不会理他 等到有一天 荷兰什么国会议员 或什么来到台湾访问 然后呢 去讲说 我们觉得台湾 是我们的民主同盟 我们又会感谢他 所以关键是在于 他有没有讲出 那个一中 那个关键字 有一中 不好意思 我们外交部理都不理他 没有一中 我们都可以谈论 那其实 你知道谢峰 他抵达美国之后 他们这个中国大陆 驻美的大使馆 刊登了一篇 谢峰的欢迎词 对啊 对 那里面他特别讲到说 这个习近平主席提出 就是他讲到 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 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 共赢 三大原则 要在此基础上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的 发展轨道 你就知道 我们今天 全世界的默契都是这样 你要派一个大使 不是你派驻国的 单方面派就解决了 对 那个驻在国 就是比如说 这次派到美国 美国是要点头的 是 这个人选是要美国 可以接受的 当然 那以谢峰来讲 他过去有 十多年的经验 在美国 包括处理 他们在美国的 这个在中国大陆 外交部里面 处理美国事务 包括派到美国大使馆 包括担任美国的 这个驻美代表 驻美大使馆的 这个公使等等 他有丰富的 对美处理事务的 这个经验 所以他等于是 应该算是知美派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 外交官里面 他算是知美派 那在他 外交部长任内 也处理过 包括像去年 这个佩洛西 来台湾的时候 是他找 这个美国驻中国大陆的 大使伯恩斯 去表达 去反映 中国大陆的 这个相关的一些意见 所以他在中国大陆的 外交 等于是习近平的直属 你可以把它视为 他就是习近平 居然派到美国的分身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当然就 能够派过去 这代表中美的关系 是往前的 这个在 现在的中美 相对来讲是 比较是比较处于 冰冰封的 这个关系的 这个层次里面 不要搞成新冷战 对 但是这一步 派一个新的大使过去 是一个比较 双方关系和缓的象征 表示对方是愿意 彼此是有 有彼此可以对话的一个窗口 所以就是说 我一开始讲 我都希望往好的方向走 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对 那当然 其实你看像 之前 我记得这个 萧美琴 当时在这个 派到华府 今年二月份 那时候内阁要改组的时候 有传出什么 萧美琴要回台湾 有没有 然后呢 谁要派出派过去 有没有 后来直接被打枪 对 完全没有这个 这个人事的可能性 美方是会介入 这个相关人事的 就是 美国是很重要的 没有错 所以我说像 这样的一个人事安排 它里面一定还有 更深层的意义 包括 我认为也许在 王毅跟 苏立文的那一次的 对话当中 应该都有触及 相关的细节 所以能够在五月 马上 那个消息一传出来 人已经到美国去了 是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对中美来讲 我觉得在全世界 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都会乐见中美 稳定交流 是 回复到所谓的常态性的 当然这几年 累积了太多的 节要节了 你从那个华为的事件 从这个中美贸易战 然后到这个晶片 半导体的禁售等等的 去就是美国供应链的 去中化 乃至于现在中国大陆的 供应链的去美化 就彼此是在 这个贸易上面 是这个针锋相对 但是 但是他们有没有一个 最最后的一个 在彼此国家利益之外 有一个建构 世界秩序的一条红线 不要跨过去 对 那我相信 这个 这个是一种 你知道它不是一个 单方面 谁能够拉动谁 是 它会变成一个 是为什么很多国家 去不断的表态 不断的表态 包括很多国家 我们彼此我们可以交往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在有些议题上面 你不要那么 那么冲动 怎么样 有时候就会变成一个 像拔河一样 把你稍微拉回来一点 彼此不要造成一个 那个叫做暴冲 我觉得在国际外交上的 关系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如果 如果我们中华民国 或者说在台湾 我们长时间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现在 执政党叫押宝 就是只押 亲美的这一边 他们讲叫民主联盟 民主阵营 印太同盟等等的 有各式各样词汇 已经押宝过去了 当有一天 这个世界国际局势 往中国大陆 倾斜的时候 我们会来不及刹车 对 民进党政府 现在就会 很容易就很可能 你就是被晾在一边 然后忽然说 要转向的时候 你就得转向 可是你知道 怎么应变吗 因为其实对于 民进党来讲说 我也要选 不是你美国也要选举 我民进党 选举的时间 投票的时间 比你还更早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这个里面当然 有它的政治盘算 但是你再怎么样算 你还是得 看美国的脸色 因为民进党 不就一向如此吗 但现在这个淑慧 刚刚我就在讲 美国要变就变 要转就转 他今天要阴就阴 要割就割 从这个很强硬 忽然还可以变得 稍微温和一些 因为他不断地在试探 中方忍耐的极限 那现在呢 中方已经很坚定地表态了 是 我派了一个人过来 但是我强调是 我要捍卫中国的利益 好 那接下来呢 美国要怎么做 美军印太司令 阿基里诺 他就对中方喊话什么呢 他其实是在一场演讲 然后他有三个前提 三个重点 第一 他说美中可以在遵守 国际规范状态之下 和平共处 而且他讲那个 中美可以和平共处 他一讲讲了三次 你看他多么的 强调这件事 第二 美中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美国追求和平 稳定跟繁荣 第三 美国的台湾政策不变 美国不寻求一个独立的台湾 美国不寻求一个独立的台湾 你想想看 一个之前动不动 身为印太司令的将领 就很喜欢把2027挂在嘴边 说中共可能随时会武力犯台 我们研判可能是2027 结果呢 现在不但被问到2027 绝口不谈了 因为之前就传出来 这金融时报曾经讲 据传曾经下达指令 国防部下达指令 说不要再讲那个 什么时候时间表 结果现在不但不讲时间表 而且还想中美可以和平共处 所以你说要变 也变得很快 一个军事将领 忽然变得好政治 真的是听白宫的话吗 淑慧 大家应该记得前一阵子 美国的将领也好 退役将领也好 纷纷对台海的两岸战争的时间点 做出预言 好像他们都变成那个印度神童一样 都在预言 2023的有 2025的有 2027的有 搞到连美国自己的媒体社论都说 你们是国防部 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去预言 他国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吗 那如果没有准呢 2023年已经 现在都已经过了一半了 那你不是伤害自己的公信力吗 而且还搞得好像你们很希望战争一样 所以美国自己的舆论都觉得 你们不要再添乱了 所以现在这个印度神童一样 这个我们变成去讲主权 美国谈到这个两岸问题 或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最近大家都在那边笑说 哎呀 侯友宜市长讲来讲去都是 他出不来 我们寻求一个团结的台湾什么事 大家每次都笑侯友宜只会讲同富的话 可是他有没有发现 美国讲到台湾问题 也都是在讲同样的话 绕来绕去都没有心意 我们不寻求一个独立的台湾 我们对台湾的主权没有立场 我们还是一中原则什么等等的 绕了然后最后再给你加一句安抚说 台美关系坚若磐石 绕来绕去也都是同样的话 他也从来没有给我们什么心意 但是每一次只要他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话 民养政府就把他大做文章 说好像整个美国都很支持我们 我们大家可能已经忘了中美关系曾经非常非常的好 过去几十年的贸易合作是一个 大家可能忘记2016年那时候川普在选举的时候 川普他的家族为了去秀就是 我很了解中国 然后我对中国也很友善 他甚至还发了一段视频 他的外孙女在那边念唐诗 大家记不记得 讲到很标准的一个金法的小女孩在那边念唐诗 发了一个这个视频在网路上 然后也掳获了很多这个大陆民众的心 到2017年川普当选以后 这个习大大跟他的太太访美的时候 这个时候进阶版了 直接把他的孙女找出来 在这个习大大面前唱茉莉花 所以中美关系曾经是这么的友好 可是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是大陆的经济科技国力越来越往上了 到了美国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状况 因为美国永远只希望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霸权 那个霸权就叫做美国 他不能容许就是多元的这个力量的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大家去看美国 从以前到现在 他都需要在世界上塑造一个坏人 他都需要塑造一个坏人 过去塑造共产主义 塑造苏联是坏人 这世界的恶魔 这世界的坏人 后来改变 改变现在就是塑造中国大陆 北京 北京政权是坏人 为什么 这个世界有坏人才会需要英雄 才会需要维持秩序的美国 这世界如果没有坏人 那谁要听美国的 是 所以现在呢 美国你说 是拜登政府 他当然有他的方向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希望 如果我真的打不下中国 中国就是这么硬 中国就是现在在对于一些 所谓你绝对不能去踩的红线 例如台湾问题 那说不放就是不放 那美国要不要放 美国当然就要放啊 这样才有其他可谈的空间嘛 那但现在呢 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 倒是很努力的 我们挺台湾 我们挺台湾什么 要多多的参与国际组织 比方说WHA 今年又没有获得邀请嘛 那结果呢 这个外委会的主席 众议院啦 外委会主席迈考尔呢 他就投书 呼吁台湾要在WHA 要有一席之地啊 然后呢 里面谈了很多 当然这里面呢 也不意外 他很喜欢骂中国大陆 种种的不是 他很喜欢这样说 所以呢 台湾是多么的重要 为什么不让台湾参加呢 他觉得不对 所以应该要继续努力 好 那么但是呢 现在世卫大会 就是拒绝什么 跟这个让台湾来加入嘛 那人民日报 大陆的媒体 人民日报 在《终生》里面呢 这篇文章怎么说 说其实啊 是民进党当局 在为一党的政治 私利搞政治操弄 频频的在刷国际存在 妄图以意谋独 这是弃大道走绝路 然后而且还强调说 故意要破坏国际规则 恶劣行径 一定是注定失败的 好 大陆方面呢 透过媒体表达严正的立场 那董哥 那这些就是表演了吗 这个不要说这个是表演了 我看哦 好多什么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有一个迈阿密的海滩市 海滩市他们的议会也是啊 把5月22号 就今年5月22号定会 台湾日 哇 这是要表彰台湾民主自由经济发展 卓越的成就 哇 这个当然啦 这个民进党一定可以好好拿来做这个 大内宣 可是这个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 董哥 就是大家表演 金门的小金门 明天开始要把 5月25定为美国日 希望大家要多报导 小金门叫泪宜 各位 这些都在表演你知道吗 那表演最可耻的是怎么样 因为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知道他的秘书长谭德赛 因为他们有先办员游会 所以大家出来 我们台湾很多人就跑去跟他合照 其实是来抗议他的嘛 那他们就问说 为什么台湾不能加入 他说那要有我们整个大会 所有会员大家来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很简单 请美国政府提案在现场表决 过半数同意就可以嘛 美国为什么从来不做 为什么都是我们拜托 我们13个邦交国里面的12个 12个邦交国然后提案 结果被人家伙绝 应该有美国老大哥 你有这么多欧洲 对不对 有这些邦交国这么多 大家来挺台湾 做这件事情就很容易 像淑慧是议员 我现在支持某个案子 我就提案啊 是啊 然后我去游说我们其他同党的 然后在其他政党的 大家来提支持这个啊 对不对 那支持这个在议会过半数 表决就可以了 但是淑慧都没有提案啊 淑慧都只有写写信啊 对啦 头头书啊写写脸书而已 是啊 对 然后在外面讲 打购 对讲说我们都支持 这个就是假动作 所以这些人都是可耻的表演者 那其实哦 全世界最不希望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就是蔡英文政府 嗯 他们政府她表演 她才有抗争的本钱嘛 是 其实我们去联合国 去 不 去世界卫生组织 是瑞士那里 我们从陈水扁时代 我们就一直派人去 那如果进不去 我们就现场表达 表达抗议啊怎么样 游行啊 或者跟人家帝那个陈情书啊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从来就一直这样 后来到了马航九当总统 我们就可以去了 可以去 进去了那就没得表演了 可是最不开心的就是他们 哦 民进党那些人就不开心啊 是 哦 他们本来如果我们不能进去 我们就跟 跟大会 跟世界卫生大会抗议 如果我们可以进去的话 他们就向我们的代表团抗议羞辱 所以他们永远有事情做的 不进去他抗议大会 我们可以进去 他就抗议我们的代表团成员 羞辱他 他们永远有事情做 以前如果是民进党执政 阿扁时代或蔡英文执政 我们政府就编很多钱 让这些人去 他们就在那边爽爽到瑞士 欧游三天五天在那边爽 住好的饭店吃最好的 然后在那边表演 他们拍完照 然后自己脸书播一播 独派人就好高兴 我们抗议了怎么样 是 是 都在表演 花国家的钱在表演 五月底大家要缴税 不要别忘了 缴这个税让他们去表演 那最可耻的就是 我们可以进去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羞辱 我们代表团的成员 对不对 对 第一个进去是叶金串 叶金串去被他们羞辱 叶金串去还在现场演讲 还讲台语 然后全国的老百姓都感动 民进党都吃味 所以他们就派人去羞辱 叶金串 叶金串想说各国这么多人帮我们 尤其我们邦交国长期来替我们讲话 所以他就在外面一个餐厅请大家吃饭 这个是很正常的礼仪 民进党的这些支持者 他们派的这些人到现场去闹 叶金串 当着我们所有各国的卫生部长 我们邦交国的卫生部长 羞辱叶金串 羞辱到哭 你知道吗 这民进党为什么我每天骂他是一个畜生党 是一个垃圾党 这个党已经下三难 倒已经不要脸了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他说你没有用台湾的名字 你怎么可以用中华台北 那我们蔡英文已经办了两次 我们已经去参加两次奥运 你不是用中华台北吗 你不是在用 你可以用别人不能用 他们说这个蓝营的都是 都是什么 被讲成中华台北的话 都是矮化 被矮化 那他们的话都可以 是啊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讲说 民进党这个党 就是下三难到无耻 让人家看不起 就算你到底要不要台湾进去 他们其实不想让 没有真的想进去 没有想进去 就要累计抗争的本钱 这个抗争就可以用来做选举 中共打压我们 坏透了 他们就喜欢这样讲 是啊 如果不是民党执政 我们岂止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连世界峰会 我们都可以参加 气象峰会我们都可以参加 我们连民航组织 我们都可以参加 就是民进党 这个下三难不要脸的畜生党 才让我们在国际上处处走不动 然后他们是要累积他们抗争的本钱 那哪天如果通通说都进去 都让你们进去 进去以后他们会愣在那边 是啊 所以他没得表演 是啊没得表演 他表演这样 他们天天装作自己被破坏被打压 是 台湾的民进党在台湾到处打压 破坏别人 你讲话他不同意 他就把你关台 你是最可以作证的一个人 做疫情 对我们也是受害者 是是 对打压打压 这个就是民进党可以打压 但是呢就一直不断的说 是对岸才在打压 啊 钳制自由 没有民主 可是扬明 现在我们讲 那美国呢 美国现在 刚刚我们讲 啊那个印太司令 也在喊话了嘛 对不对 还讲了很多 但是呢 台湾真正需要的军售 或者是实质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援助 哎 该给的 你就是不给 就算你付钱了 也没用 美国的空军 就像Bloomberg发出声明 说美国延后交付台湾军购的F-16V 然后呢 说那是因为有复杂的开发挑战 负责组装的落马公司 有技术问题 这什么意思 这真的是理由吗 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 66架F-16V 他都还欠着呢 要到115年才交机啊 可是你看 现在美国 他说不给 就不给 然后给你一个理由 你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杨明 这个我们F-16的军售案 是2020年 那时候我们用这个 特别预算 然后2400多亿 要划分7年 去采购 那所以要到2026年 全部交货 好 那原本第一架 原本按照原本的规划 是2023年初 2023年 就今年初 应该要有第一架飞机 就要来交货给台湾了 就应该在台湾 我们可以看到 新版这个F-16V的机型 可以在台湾飞行 那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来啊 好 后来其实前阵子 我们台湾的媒体 比彭博还早 报道了 就是说 不管它是什么原因 但我们国内的媒体 就已经发现这个状况了 当时 国军是说 哎呀 我们这个目前呢 看起来可能要到 明年的下半年 这个才会出厂 是 就第一批 第一批交货的飞机 才会出厂 然后呢 2025年的上半年 才会来到台湾测试 才会交货 那他军方就会强调说 反正只要在2026年以前 交货就好了啦 这66架 只要都能够在2026年以前 交就好了啦 问题就是 我们本来跟你讲说 比如说我本来跟你买 一个东西 这个本来讲说 礼拜三要交货 他跟你延到礼拜六 没关系 只要在下礼拜三以前 我们的合约就是 下礼拜三以前交都可以 问题是 如果他礼拜三 第一天交货没有交 你怎么知道 后面会全部都delay 这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还没有到2026年 对 你前面拖 后面就跟着都一直拖 对 我们担心的是后面 你也没有办法 按照原本的规划 这才是 这会影响到 整个建军备战的时程 那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2026年很重要 因为现在所有的 这个国际上 对 都说2027年 哇 可能就是这个 武力犯财了吗 对对 就会有很多的 所谓的军事的压力 那2026年以前 没有办法来到台湾的话 那真的会很危险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就算今天来了 我们真的有办法使用吗 你知道上个礼拜 林传媒就报道了嘛 他就说 我们买了两台 要启动F16的 这个气能源车 气电源车 就是能够放 在这个飞机 能够在这个平面上 先把它启动 让它的涡轮 什么什么 然后输出的压力 能够达到电压 能够达到一个水平之后 才能启动 结果买来了 都已经 在这个机场都使用了 无法启动F16 就你买了两台废物 你原本要拿来启动F16 他没有办法启动F16 结果传出说 上面交代说 你这个一定要验收 那是什么意思 明明不合规格 明明不能用的东西 还要强行验收 如果有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觉得 该检讨要检讨 可是现在军方都否认 有一些确实 我们会再去 这个做后续的验收 怎么样 会再去检讨 好 可是重点来的 如果我们来的是瑕疵品 然后我们要测试之后 我们才能知道 我们如果连测试 最后说 因为是老美卖给我们的 我们不能检讨 全部要验收过 我们就自己吞 我们怕的是这个 所以问题很多 所以包括像前面的 其实这都是钱 我讲 某种程度 我们的军售就是保护费 那前面讲的这个 WHA陆会的游说 他们提案 你以为 美国人那么好 心甘情愿帮你 帮你讲话 我们讲 我们有空应该去查一下 美国的这个司法部的 游说的专区 对 有没有又是 这个有相关的费用 是不是又登记为 台湾共和国 是去 就是我们的这个 驻美代表处 去游说 请这些国会的代表 去发言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 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